作词 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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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方马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捂掉 捂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橡胶的发现 哎 宝贝 你知道有哪些东西是用橡胶做的吗 嗯 让我想想 篮球 足球 乒乓球 啊 不对 乒乓球是塑料的 哎 对啦 还有乒乓球拍也有橡胶 对吧 爸爸 嗯 不错 说得很好嘛 在现在这个世界 橡胶这个词啊 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在我们的周围 看到所使用到的橡胶制品是不计其数 大到汽车轮胎 筑器 筑器胶囊 小到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说胶鞋啊 高压锅胶圈啊 橡皮擦啊 皮球 甚至是橡皮筋 都是用橡胶做成的 从天上飞的飞机 地上跑的汽车 水上开的轮船 以及许多生活中用到的橡胶制品是无处不在 现代人的生活呀 已经离不开橡胶了 哇 听您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周围有好多橡胶啊 是啊 宝贝 你知道橡胶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并且利用的吗 不知道 听老爸给你讲讲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呀 碧鲁人就知道一种树 如果在这种树的树皮上割一条口子 就会有乳汁一样的液体流出来 把这种液体收集起来 让水分蒸发后 就会变成粘稠的一团 这就是最初的橡胶了 爸爸 我觉得我应该跟小瓜去历史里亲眼看一看 橡胶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用处 有意思的故事应该有很多 嗯 橡胶由发现到现在用处那么多啊 那确实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呀 你呀 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啊 小瓜 我们走了 小瓜 我们走了 小瓜 这是哪儿啊 这就是橡胶的发源地 碧鲁 这就是橡胶的发源地 碧鲁 他在观察当地人如何运用橡胶 他发现那两个孩子玩的小球落地后 能把他们狠掉 捏在手里还会感到有粘性 而且有一股烟熏的 啊 我明白了 这小球一定是橡胶做的吧 对 就是用你爸爸说的 那种树流出的液体做的 那就是橡胶树 当时分布在巴西亚马逊流域 马拉越西部地区 哇 这些当地人好聪明啊 居然这么早就知道怎么利用橡胶 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些呢 因为你不认真观察周围的事情 只想着玩 小怪你 小怪你赖皮 你会飞 我都跟不上你 啊 打雷了 要下雨了吗 根据我的电脑预测 15分钟26秒之后 才会有一场暴雨 啊 真的快下雨了 那我们走吧 去别的地方看看 小怪 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动作这么奇怪 他是在跳舞吗 当然不是了 他这是在往自己身上抹橡胶树的液体 不明白 当地人把这些白色浓稠的液体 涂在衣服上 下雨天穿这种衣服就不会漏雨 他们还把这种白色浓稠的液体 涂抹在脚上 雨水也不会弄湿自己的脚 哇 好神奇啊 在1823年 英国人马金托石 像当地人一样 把白色浓稠的橡胶液体 涂抹在布上 制成防雨布 并且缝制了马金托石防水斗篷 这也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雨衣吧 但是这种雨衣和套鞋又软又黏 冬天又会变得很硬 没有弹性 使用性很差 哦 原来是这样 真有意思 哎呀 下雨了 小怪 你不是说还有15分钟吗 怎么这么快就下来 我们快去别的地方吧 还好 没有被雨淋到 小怪 你这又是带我到哪儿了 你很快就要见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了 伟大的科学家 是谁啊 小怪 这个人不会就是你说的伟大的科学家吧 怎么看都不像啊 宝贝 你不能以貌取人呢 这个人是伟大的查理古德义 宝贝 宝贝啊 小怪说的对 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 这个查理古德义可是一个厉害的人 他对于橡胶事业的贡献 那可是非同小可呀 爸爸 你怎么出现了 还这么啰嗦 哎 宝贝 你这是跟老爸说话的口气吗 提提 爸爸我错了 这个古德义有多厉害啊 查理古德义是硫化橡胶的发明者 他 梅儿 你能帮我一起把这些橡胶挂起来 让太阳晒一下吗 宝贝 古德义在教你呢 你现在是他的好朋友 梅儿 好的 我又要工作了 爸爸先不跟你说了 我来了 我来了 哎 可真难为这孩子了 哈哈 没有啊 你看这些橡胶 冷的时候会变得很硬 还会裂开 热的时候 又会变得很厉 变得黏乎乎的, 粘来粘去的。 你看, 这两块又粘在一起了, 怎样才能让橡胶不受温度的影响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嗯, 这是个问题, 我得好好想想。 算了, 试试硫黄粉吧。 梅儿, 快让这两块不听话的橡胶分开。 小乖, 这是什么意思啊? 硫黄粉, 有什么用啊? 硫黄粉可以让橡胶保持干燥, 不容易粘合在一起。 不过, 它的作用可不只是这一点哦, 你慢慢会看到, 奇迹的发生, 这是你见证历史的重要时刻。 啊, 是吗? 那我试试啊。 橡胶是分开了, 可是没有什么奇迹啊。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啊, 还要等啊, 小光你直接带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不就好了吗? 走吧。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啊?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啊? 太好了, 我终于知道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知道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乖, 你快把这些冲击吹走, 我受不了了。 得救了。 小乖, 发生什么事了? 是着火了吗? 怎么着火, 古德义还那么高兴呢? 这里没有着火, 是古德义在做试验。 自从上次他让你把硫磺粉撒在橡胶上之后, 就发现经过日晒后, 撒过硫磺粉的橡胶表面变得鲜热, 平滑, 还有残屑。 他从这件事情得到了启发, 开始进行试验。 古德义把橡胶放在反应器里, 让橡胶在火上加热变软, 然后将硫磺粉倒进反应器里。 于是反应器里立即发生了剧烈的反应, 放出大量让人窒息的臭气, 就是你刚才闻到的那些味道。 啊, 他这么高兴, 是实验成功吗? 梅尔, 你看, 这块没有完全烧焦的橡胶, 弹性很好, 而且它在冷的时候不会变硬, 在热的时候也不会黏黏的了。 原来, 硫磺真的可以和橡胶产生反应, 让橡胶的性能不会再轻易地受到温度的影响。 刚才的那些臭气是? 梅尔啊, 我原来以为那些臭气是橡胶和硫磺反应产生的气体, 但是我错了, 那只是硫磺燃烧发出的气体。 这个实验太成功了, 我得告诉其他人去。 哈哈哈哈。 真听古德义高兴, 小怪, 改进橡胶听起来很容易啊。 一点也不容易, 自从古德义产生改进橡胶的想法, 一直到他成功, 他花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实现。 而且, 古德义为了进行实验, 耗尽了所有的钱财, 甚至他儿子上学用的课本, 都被他用来换钱做实验了。 啊, 天哪, 古德义连他儿子的课本都拿去换钱了。 他也是没办法呀。 最终古德义经过了许多次失败,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终于找到了能改进橡胶性能的物质, 硫磺, 并于1844年获得了硫化橡胶的专利权。 哇, 他可真厉害。 嗯, 幸亏爸爸没有为了做实验把我的课本换钱。 嗯,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小怪快带我回家吧。 爸爸我回来了。 哎, 宝贝, 你干嘛去啊? 我看看我的扣包有没有被你拿去卖掉。 啊, 这, 这, 这都哪个哪啊? 我的书没有少, 爸爸我错怪你了, 我还以为你会像古德义那样, 为了搞发明, 把我的课本也拿去卖了。 怎么可能呢? 宝贝, 你还不相信老爸呀? 再说了, 古德义那是情有可原呀, 毕竟啊, 他是为了人类的事业在奋斗着。 之所以现在橡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古德义制造的硫化橡胶, 那可是一个里程碑呀。 可是, 我还是觉得他不能把他儿子的课本卖掉, 他儿子没有课本, 怎么上课呀? 嗯, 宝贝啊, 可能古德义也不愿意这么做, 他肯定有他的苦衷。 不过, 我也确实挺佩服他的, 那么执着。 爸爸, 那我们现在用的橡胶都是硫化橡胶吗? 当然不是啦,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 合成橡胶的出现为橡胶的应用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橡胶从单一的天然橡胶发展到多品种多性能的一系列高分子材料。 人们可以用石油裂解和梅干硫的产物合成具有各种各性的合成橡胶。 它们的某些性能比天然橡胶更优良, 更具特色。 啊, 好复杂呀, 那都有哪些合成橡胶啊? 呃, 举几个例子说吧, 有以耐油著称的冰青橡胶, 有耐高温、耐戒指性能优良的浮橡胶, 还有耐高低温以及电绝源性能优良的锅橡胶, 细密性能优异的冰激橡胶, 还有绿丁橡胶, 乙饼橡胶等等等等。 橡胶的应用领域变得更加广阔,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选用不同的橡胶, 由于天然资源的缺乏, 人们更愿意开发和发展具有各种特性的合成橡胶。 哇, 真没想到, 橡胶还有那么多种, 厉害, 厉害。 还不止呢, 这个橡胶啊。 哎呦, 哎呦, 宝贝, 哎呦, 老爸突然肚子有点疼, 老爸先上个厕所啊, 哎呦, 喝啊。 哈哈, 爸爸你已经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了。 宝贝, 想了解橡胶发展的故事, 应该让我带你去啊, 怎么能让那个小铁盖去呢, 他懂什么呀。 小怪, 真不是我小瞧你啊, 你说说, 你从头到尾也都没告诉宝贝什么呀。 我知道挺多的啦, 有最早的雨衣, 小球, 还有硫化橡胶, 还有爸爸说的好多种合成橡胶。 除了这些, 我这里还有许多别的故事呢。 小书腔, 故事时间到。 快点讲吧, 小书腔你也变得啰嗦了。 说到橡胶嘛, 最早发现橡胶的人是哥伦布。 1493年, 伟大的西班牙太人家哥伦布率队初次登上了南美大陆。 在这里呢, 西班牙人看到印第安小孩和青年人在玩一种游戏, 唱的歌互相抛制一种小球。 这种小球呢, 落地后能反弹得很高。 这个小乖带我见到了, 是有几个人在玩小球? 我一猜就猜到了, 那个小球是橡胶做的嘛。 呃, 我还没说完呢, 宝贝。 西班牙人初步了解到了橡胶的弹性和防水性, 但并没有真正了解到橡胶的来源。 直到1736年, 法国科学家康达米从地鲁带回有关橡胶树的详细资料, 出版了南美洲内地旅行纪律。 书中详细记录了橡胶树的产地, 采集鲁胶的方法和橡胶的利用情况, 这才引起了人们的动手。 小书翘, 这个科学家我在律师里见到了, 品牙到底还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呀? 这个, 呃, 当然有了, 我想想啊, 嗯, 哎, 1876年, 英国人魏克汉经历了九死一生, 从亚马逊和热带丛林中, 采集了七万颗橡胶种子, 送到了英国伦德广加植物园培育, 然后呢, 又将橡胶苗拥往了新加坡,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的种植, 并获得了成功。 到了现在, 人类成功种植鲜然橡胶, 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些还真没听过, 哎, 对了小书翘, 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都是外国的事, 中国没有生产橡胶吗? 我正要跟你说呢, 宝贝啊, 我们中国呢, 在一九零四年, 开始引入橡胶树, 是在云南, 盈江县的崽族土司, 刀安人。 他呢, 从新加坡购买了八千株橡胶苗, 带回了国, 然后呢, 种在了盈江县的新城, 富黄山。 一九零六年, 海南的爱国华侨何书林, 又从马来西亚, 引进了四千粒橡胶种子, 种植在了熊海市。 到了今天, 中国已经成为, 鲜然橡胶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了, 鲜然橡胶, 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 那中国的作用, 那是日益突出啊。 小树橡, 你今天讲得好像在念书一样, 听得我头都大了, 唉, 我去去看看爸爸怎么样了, 下次再听你说吧。 我说的好像念书一样, 不会吧。 唉, 老师已经两天没睡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怪, 快用你的手, 老师已经两天没睡了 这个怎么办 小怪 快用你的手线扫描一下 不好意思 那什么 先喝点水 喝点水 扔扔嗓子 哎呀 老师已经两天没睡了 这个怎么办 小怪 快用你的手线扫描一下 皇冠的金属成分吧 横冠的金属成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